江夜中夫子的十四位亲传弟子都有谁 他们各自都有哪些能力 书院三先生于莲原名林悟为难而身 本是魔宗历史上最年轻和最后的宗主 因修习魔宗史上从没人成功过的二十三年禅 又被称作二十三年禅 与西陵长教熊出墨并称为当时最神秘的两个人 因为没几个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是连生眼中魔宗最后的希望 早年间遇到在荒原历练的熊出墨 废弃小腹气海雪山 被熊出墨因为奇耻大乳 后来修炼二十三年禅 变成小女孩 在虚弱之时 在热海之派遇到夫子 成为夫子的第三名亲传弟子 从此取名于莲 夫子为魔力其心性 让他在旧书楼的东窗畔 描了二十三年的簪花小楷 虽然平时只展露洞玄境在世人面前 但真实实力不低于剑圣柳白 在书院后山 其他人都喊柯浩然为小师叔 但柯浩然灭过魔宗 所以于莲只称他为柯先生 烟鸣湖决战前 于莲发动二十三年禅 让七年在雪林中做了一夜 自始至终 没敢动用碧口禅 举世伐唐之战打响后 于莲亲自坐镇 书院后山 一步入天魔 第二次击败西陵长教熊出墨 断其一臂 毁其双目 长安城之战 于莲联手里漫漫大战灌主 期间启动魔宗秘法 消掉灌主三根手指 灌主称他是魔宗近千年来 除了魔宗创建者之外 实力最强大的宗主 不久配合李漫漫 将灌主一刀披落彩虹 书院灭西陵之战开启后 于莲语入草原暗杀西陵 和王庭高手 有一次徒弟魔宗天下行走 唐曾问过老师于莲 如果当初莲生没有死 如今我们魔宗会怎样 对此于莲霸气表示 莫说莲生没死 假如我没入书院 那天下将有一半都是我明宗的 而后他张开双臂 仿佛要抱住整片天空 如今我入了书院 那整个天下都将是我书院的 不久配合宁缺 斩杀金杖王庭国师 宁翠衙 西陵桃山肉铺内 于莲随意拾起屠夫的屠刀 获其认可 屠夫更是表示 假如给你与我十分之一的岁月 你都有可能战胜我 甚至还会踏入传说中的不朽境界 大战前果断拒绝西陵神殿方面的投降请求 而后启度魔宗秘法 一招秒杀南海大神官赵南海 人生第三次废掉西陵长教熊出没 李漫漫被灌主废掉后 在其身边陪伴他三日 浩天世界破碎后 于莲随李漫漫周游世界 在寒谷关西陵神殿已老的恳求下 替李漫漫写下五千字道德经 与李漫漫一起见证地球是圆的 魔宗自诞生之日起就最擅长算计 如果说李漫漫是书院的精神领袖 君墨是百战百胜的先锋大将 那于莲就是运筹帷幄的军师 他不仅会算人 更是敢算天 是书院灭西陵计划的总指挥 在全书中说过狠话无数 却从未被打脸 是书院最自信霸气的三师姐